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我昨天跟大家分析了那期节目 但这期节目就是他最新的 后面没盘没有了 他就讲任志强事件 这双蝎子是软落地还是硬着落 文章上他节目还是24分钟 他基本上卡那个时间点了 里面他先上来念了一封信 说有人给他传了个话 话呢大概意思就是说 反正任志强现在抓了 由这个 但是由西城区纪委的弄的 所以这就留了后帐了 西城区呢 就是地方的 这个相对就是 可以没那么严重 但这东西呢可深可缩 大概意思了 我也没看听到原信 他自己念的 可重可轻 一个轻的话呢 那就说 西城区管嘛 那就是区理这事 你警告一下 说把这事说一下 这事就完了 要重一点的呢 那就是 那就往上顶了 往上顶了 然后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中 也基本这么说的 然后他就 陈平就谈到说 这个 任志强这个做法呢 基本就是先行反革命 这个 如画上毛泽东来讲 就是先行反革命 他跟上一期的那个格调 差太多 大概就是说 习近平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就说没有 没有那么凶恶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哪 然后中间大偏弱的去谈 理论 理想 大偏弱的 24分钟 我看他谈那种 大偏弱的理想的概念 说就是利益 其实我就总结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 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 可别四面了 这个四面的 谁都没好处 他基本口调是这种口调 所以 我人细话 我就没太想了 当时给我听的 感觉呢 就是 他充当习近平的说客 而这个 任志强公布被抓 七号公布的 七号公布被抓 那他是八号是九号 进了八号做的 所以他跟的蛮紧的 任志强在我手里头 大概给我的感觉就 任志强在任习近平手里头 大家这事软了呢 别往下顶了 任志强也就好办了 也就 就是软着陆 那如果 如果大家就这么顶下 这活就这么 硬干下去了 任志强也 也也就都 谁都不服软 谁都这么硬拼了 那就 大家都没好果的事 所以 因为这东西就是 都是硬碰硬的 基本上 给我的感觉 就说了这个感觉 里面通篇二十四分钟 媒体王岐山 媒体 也就是说 他讲的通盘的道理呢 基本就是 一种表面道理 就像我说 利益共同体 他对诸多的听众而言 意义一点 没有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多意义的 他更多的意义呢 他成为了一种 传话的平台 就我个人更觉得 以为我个人 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差不多 他们已经完全分裂了 而这个分裂的平台是 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 完全分裂了 那王岐山代表 他背后有着更大的 这个 红二代的实力 如果不是红二代 陈平不会出面 因为这个 他的身份 他在 这是做了第六期节目里 我没看他的第四期 第五期 对吧 他说第五期 你看看 他说 四月四号的公祭 就是另类的罪一招 那从 第四 第五 第六 都在替习近平说话 那罪一招 这是大家公认的 说你习近平得罪一招 他说另类的公祭 罪一招 那是骗的 那胡说 对吧 那是我就 就像我说 他把 他这么鸡贼 鸡到那份上 胆小如鼠到那份上 把这个 怀仁堂当成了 这个 当成了这个 这个 祭典之处 就变成自己 把自己 中南海当成埋死人的了 还有什么公祭 罪一招不罪一招 所以他是 他是水客 是习近平的水客 那 那里面 威胁的呢 是王岐山 因为 当他 致自不谈 王岐山的 就陈平 致自不谈 王岐山的时候 那基本 说明 王岐山 是他的对手 而他在 一再强调 自己是 红二代当中 就是 这种 八面玲珑 谁 谁都得买我账 的这么个人 再有 就是我们 跟大家 节目一开始 就讨论他 这个概念 一开始我就说 他没必要去做这些自媒体 一点都必要都没有 当他去做这些自媒体的时候 他绝不是给我们通常网友们所看的 他是跟对方对话了 他已经失去了相互沟通的这个渠道 那底下办事的渠道全封了 所以他就以这样的方式 因为他在海外 以这样的方式 向王岐山他们喊话 向王岐山他们喊话 喊话的 喊话的这个意思本身呢 是威胁 里面包含着相当的威胁 因为 因为你 他任志强都七十了 说硬着了 你杀了他 你杀了他不就得了吗 有什么硬不硬的 这里他已经七十岁了 他已经骂你 骂他是光着屁股的小丑了 皇帝做小丑了 他有什么硬不硬的 对不对 这根本就他们 你判他二十年 你判他无期同行 你把他们家全都没收了 然后呢 你当你当陈平这样的角度去讲 习近平知道自己犯了大忌讳 但是呢 他就那样 我以为 我个人以为 这个事呢 他挑起来的原因 是习近平的 我们就从人的角度上 习近平的志气 就是幼稚的志 他叫巨婴 他的志气 他的 他的妒忌 而且 坦白说他恨男人 他恨男人 他只接受女人 他恨男人 怕老婆的男人 真的就这样 他的妒忌之心 他的 那种不可牵涨的 那一份内在的愤恨 其实都在怕女人身上 展现出来 有朋友可能真的怕女人 有的朋友看我节目 可能在家挺厉害的 你是个女士 我个人觉得 就给自己先生点面子 你知道 你会把你先生给 把你先生给毁了的 他心里是扭曲的 这个跟现在的 阴阳反辈是相关的 那个男人就会很 在外面都会很 鸡贼的 跟习近平类似 所以 陈平呢 他里面大概24分钟 绝大部分是理论 然后就是核心命运共同体 然后就是利益共同体 他在呼吁利益共同体 然后他完全 他极端看不起王沪宁 他不买账江泽民 然后但是他 确实也忌认为人家 这个 这个 洪尔泰是贵族 有朋友说 哎呀 陶哥别 别把这个 贵族给他们 戴上这帽子 哎 我觉得就说 我们就说这意思了 跟大家描描述 就是说 他们自我的心态了 陈平自我心态很高 很高傲 自我心态那么高傲 你搭这平台干嘛 对吧 你搭什么网红这平台 这不是高傲人做的 所以他不是给老百姓对话 也不是给我们用的 但他是给他最实际的角度用的 可是那个地方 应该他们是贪崩了 贪崩了 而王岐山所代表的 背后的红二代的势力 相当庞大 而习近平是 习近平的做法 和他非常自卑 而要脸面的概念 就杜绝了 就说给阻塞了 他们之间相互沟通的路 就像陈平上期节目说 说你老任不合适啊 他管任志强将老任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俩谁大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俩谁大 你老任不合适啊 你说他光着屁股 做皇帝的小丑 这就太过了 你知道这就这就这就是 其实这就说透了 然后他也讲说 当然了那是给弃疯了 不是一个人弃疯了 所以 事情是习近平自己挑起来的 如果没我没看错的话 是习近平在任志强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率先抓了他 啊 率先把把任志强给弄了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能够看到的 呃 这是在 对不起 不是这个 这个 这是我们在海外 我能找到的任志强这封信 那 发表的时间呢 3月6号 啊 3月6号 那他里面 没说 但是他里面上来就谈到了 2月19号是个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号 我在转发央视兴党微博照片时 加这么段话 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的大批判 留党查看 所以这个就是表明自己的概念了 那转载这篇文章的人 这是3月6号 呃 2月23号召开的17万人大会 所以前后呢 也就说十天的时间 他写这篇文章 这是最早出来的时间 网上流传的时间呢 说3月12号抓了他 啊 我们看到基本上3月12号抓 那跟推特上讲的时间是吻合的 是吻合的 所以 习近平抓了他 但是呢 他知道这事不好办了 这期间 王岐山一直没露面 这 那所以12号抓了他 所以12号抓了他过了大概 多长时间呢 这个 有人在推特上去转推了陈平 转推了陈平的这封信 讨论陈平的去处 这封信是在 韩联朝 韩联朝是在香港 跟民运有关 陈平这封信是 3月21号 我们看时间 3月21号 那转出 开始出什么 然后到了3月27号 他开始做第一期的节目 真话不得不说 第一期YouTube 3月27号拿出来 所以3月21号的那篇文章 那篇转载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 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 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2000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 而遭遇过的 大瘟疫的犀利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物 生命 完全是一种 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 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 和新闻的掌握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 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 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 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 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 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 对石超的支持 共产党必须下台 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情 那这篇文章 是相当正面 就是说 但正面的里面 正面的意思就是说 直接挑战了习近平 陈平自己拒绝承认 知道这是谁发的 直接挑战习近平 但是里面始终 整个这个 这个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 是保着共产党的 陈平的整个录像 整个他做节目里面 希望维护共产党 这个现行体制 他可以说打倒共产党 他自己可以说 但是在实际操守中 实际他的说法中 完全维护这个体制 理由就是怕乱了 理由就是怕乱了 我个人不太接受了 就是我跟大家解释过 国家是为人民的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疫情 难道还不乱吗 死了这么多人 当诸处理 难道还不乱吗 人都死了 你现在还说不要乱 那啥的意思 你家的人是人 别人家人不是人 你家钱是钱 别人家不是钱 对吧 这个就不咋地了 所以这是共产党的思维 我还是说那句话 法律不是公正的 菜刀是可以杀人的 女人不都是贤妻良母的 男人邪恶的有的是 OK 少弄得你讨 国家是服务于人的 不是为了国家稳定自由 而当权者任意强奸你家的良妻 是不是 这都是共产党胡求的理论 稳定的理论是邪恶的 稳定的理论是贪婪的 当拿出稳定的理论的时候 是他今天红二代完全受到打击了 他们已经完全分裂了 分裂的原因是他习近平抓了任志强 自己又不认头 只能冲着王岐山去 冲着王岐山去 我以为是这问题了 所以你看到前世界 在我眼睛里呢 他的第一篇文章 21号这篇文章 把人的眼球给狙击过来 因为陈平他一开始 他就是2012年那个时候 与习近平相关的时候 在整个在社交媒体当中 在环境当中 他吸引了一些人 大家觉得他是开明的吗 他自己也不服人 对吧 他自己也推崇 在第一期节目当中 第二期节目当中 推崇的普世价值 现在看来就都是铺垫 是人家是铺垫了 真的是铺垫了 那在这个铺垫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一个 你可以看这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期3月27号 等到第三期 晚节不保上下 就到了4月1号 等到了第四期 就是4月5号 那中间有什么 有什么意思呢 他的前三期 包括什么晚节不保 那个都在讲述 他被共产党迫害 他丢了钱 他怎么样 他就是讲述了 他跟大家一样 都是受过共产党气的 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铺垫 所以我记得 有期节目跟大家说 我说他为什么说这些呢 说这些so what 对不对 对于我们来讲没有意义 你被不被迫害 那你自己知道 你被迫害过 并不代表今天 OK 习近平跟他爹也受过迫害了 他姐姐都自杀了 对不对 他妈给他送到那里 然后他今天不就这德行吗 so what 那后来我们时间倒着看 其实大家就明白了 王岐山植树 这是大家所有看到 这是王岐山露面 就是在1月23号之后的第一次露面 4月3号植树 4月4号在淮仁堂 做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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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呀 扫墓 扫墓 这个 就做那个事 所谓如何如何 这是王岐山露了两次面 我 我说的意思 你注意到 4月3号露面 4月4号露面 王岐山仅露两面 那 陈平的节目 4月1号之后 下一个节目 就是4月5号 4月5号 6号 他排了 第4集 对吧 我们上期说 第5集 是三天前 7号 第6集 是8号 所以 这三集 是真的 下面 那是铺垫 也就是说 王岐山受到了某种原因 而露面 那他跟习近平之间 没有任何互动 众树也没有任何互动 那他被迫露面之后 也就给大家一个安抚 就说王岐山还OK 那他们之间还和睦 习近平利用王岐山 给他站台之后 陈平立刻发难 对吧 4号 7号 这个任志强被抓 被公布 所谓公布出来的说法呢 他说 说蔡奇6号保证 做出了保证 那他陈平5号 做节目 陈平5号做这个节目 那就这么回事了 我们没有 我们不去管他 什么对错 那都下摆 我是说 想从中其中 拿出来期间的故事 习近平主动发难 目标王岐山 但 他知道这事不好办了 他又自己不愿意退 所以让陈平去当说客 向大批的红二代公开 来 因为现在看来 大批 习近平自己也忌讳 大批的红二代的态度 他更忌讳 其实王岐山的能力 但呢 他去挑战他 因为你就目前来讲 现在有名的 有名的红二代 王岐山 刘元 陈元 这个 李先念的女婿 你这都可以 完全都可以说出来 就是大家 胡耀邦的 两个儿子 胡德华 胡德平 那这些多是 这些人多少都有思想 那中基的儿子 中基 很显然 也不接受习近平本身 所以 那现在看来 是习近平就硬挑了 这就变成了 在一种压力之下呢 他们这个群落 就说 这个群落不是 江泽民 曾庆红的群落 那在他们眼睛里 习近平透过 听取王沪宁 已经跟江曾 成为一体了 所以才会 促成这么大的势力 习近平性格的软弱 懦夫 给他带来这个场面 那你说 陈平为什么 出现这么个角色 就你问他自个儿吧 我觉得问他自个儿吧 在我个人看来是这样 他也承认说 有人不买他的账 然后他也承认说 其实现在看 就是追着他节目 看的人少 不像一开始 表面上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 像他我听过的 第六题 那双靴子的问题 对很多朋友 是听不懂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应该是喊话 所以 铁板图 习近平撞山而死 撞在了王岐山身上 我上那期节目说了 他是主动撞山 铁板图撞山而死 那是大图 这是小图 旁边有路他不走 他自己撞在那 山没动 所以现在看来 陈平解释 就等于是 陈平的解释 也就披露出来是这样 那 他同样发出了 不同的威胁 那只白鱼鸟呢 既暗指着习近平自己 同时也暗指着 他自以为 他与别前面的都不一样 对吧 自以为他跟前面的 全都不一样 他很独特 他们都是黑的 我是白的 我要如何如何 所以可以对着上路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在我眼睛里有七座山 他自己凑齐了 又跟着病情有关 又跟这个大瘟疫有关 王岐山 小苍山 这个 这个中南山 对吧 那中间加了的 火神山 雷山山 在习近平自己加的 那习近平自己躲在了 玉泉山 玉泉山是军队的 是他最牢固的地方 那香港出了个狮子山 那香港有个大雨山 大雨山的概念 高过这七座山 大雨山是真正代表着 神的 神的意愿 我就代表着 未来的意愿 所以根本不会在这里面 我朋友不一定接受了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 是 明朝 有四大名著 风声演绎不在里头 文艺复兴时期 出现了这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和很多有名的画家 和有名的这种 当时就非常繁荣了 但诺查丹玛斯 不在里头 诺查丹玛斯 讲的是大语言 今天人们在看 对不对 那风声演绎 你信不信 我们跟大家讲故事 就讲成这样 大雨山同样 大雨山 他的境界 他背后的含义 远远超过那七座山 所以是习近平自己撞山而死 七座山凑齐了 当他冲着王岐山去的时候 这是最后一座山 因为 钟南山就基本已经被他搞定了 而他却跟王岐山翻脸 主动翻脸 动手 他的就是人性中 极其不能接受的 最卑劣的一面 今天那天 他的这个屁股下门 坐这把椅子 是王岐山一个钉子一个钉子 给做出来的 然后 他一把箫子 就把人家给毁了 应该是这样的吧 所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说 时辰 就是时辰了 这些都是定数了 到时间就完了 中共到时间就结束了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象征了 那作为朋友来讲 我觉得反过来 没有没有退党 退团 退队的朋友 也没什么时间了 坦白说 没有什么时间 也没什么 你就没时间了 就说 你不要再考虑了 你就现在 你愿意退 你赶快退了吧 今天你 明天就指不上什么时候 到了那个点 到了那个树 它就发生了 我说的是这一 到那个树 它就 它就点炮发生了 就这么回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